欢迎大家收看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保守党要求BBC公布对以色列的偏见报告 真主党炫耀其火力 以应对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升级 警方表示 一名男子因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仇恨犯罪行为 杀害了一名穆斯林男孩 并伤害了一名女性 在特拉维夫 志愿者们利用技术来寻找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 加沙居民逃往南部时 面临食物和水资源短缺问题 请大家收看 保守党要求BBC公布对以色列的偏见报告 英国美日电讯 高级保守党人要求BBC公开一份 关于其对以色列报道偏见的指控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在2004年 根据公众和以色列政府的投诉而委托的 BBC已经花费了35万英镑的法庭费用 来阻止这份文件的发布 保守党议员批评 BBC拒绝将哈马斯称为恐怖分子 而是使用激进组织这个词 议员们认为应该公开这些调查结果 以恢复公众和犹太社区对BBC的信心 真主党炫耀其火力 以应对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升级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以色列正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争中 认真对待真主党所构成的威胁 真主党被描述为 世界上最强大的非国家行为者 尽管哈马斯由伊朗武装 但真主党已经击聚了更强大的火力 它拥有超过6万人的战斗力 至少是2006年规模的12倍 其导弹可以将500公斤的弹头 投送到300公里外的目标 它估计拥有13万枚火箭 足以挑战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 真主党目前正在黎巴嫩边境 与以色列交战 美国已经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到东地中海以遏制任何升级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 以色列是否有任何动机 开辟第二战线 对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的袭击 可能会升级为持续数天 但不会全面战争的冲突 警方表示 一名男子因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的仇恨犯罪行为 杀害了一名穆斯林男孩 并伤害了一名女性 多伦多星报 一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71岁男子 因涉嫌因伊斯兰信仰 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 而刺死一名年轻男孩 并严重伤害一名女性 被控犯有仇恨犯罪 这些受害者 被发现在芝加哥西南部 普兰菲尔德乡镇 一个未纳入管辖范围的地区的 一所住宅中 男孩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而女性有多处刺伤 但预计能够幸存 该男子被发现在住宅外面 目前被拘留 等待出庭 他被控一级谋杀 一级谋杀未遂 仇恨犯罪 和带有致命武器的严重伤害罪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称 这起犯罪是我们的最大噩梦 并指出 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开始以来 仇恨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数量 急剧增加 在特拉维夫 志愿者们利用技术 来寻找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间社会志愿者 正在使用人脸识别软件 帮助确认 最近哈马斯入侵事件中失踪的人员 这些志愿者 是一个抗议以色列总理 本雅明 内塔尼亚湖政府的运动的一部分 已经持续了9个月 然而 在入侵事件之后 志愿者们 现在将他们的精力 集中在帮助受害者上 数百名志愿者 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博览中心轮班工作 将视频中的面孔 与家人发送给他们的照片进行匹配 以寻找关于他们所爱的人的信息 他们还帮助收集和送打给那些 被疏散出受灾地区的人们的捐赠物品 志愿者们 与以色列警方和军方 分享他们收集到的信息 并与仍然失踪的外国 和双重国际公民的家属进行合作 志愿者们 只有五天的时间来建立和组织他们的行动 并为政府的应对做出贡献 加沙居民逃往南部时 面临食物和水资源短缺问题 华盛顿邮报 周日 以色列敦促100多万加沙北部居民撤离 包括加沙市 以色列的打击已经摧毁了家庭 并使其曾经繁华的商业中心荒废 这一警告 引发了一场混乱的南下逃亡 沿途的道路十分危险 根据华盛顿邮报验证的视频镜头 至少有一列车队在周五遭到轰炸 以色列军方周日表示 将不会在加沙地带的主要道路上 进行任何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在X前身为Twitter上分享的一条信息中说 你们的安全和你们家人的安全至关重要 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 军队准备进攻加沙 日经亚洲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发誓要摧毁哈马斯 以色列军队正准备进入加沙地带 以色列敦促加沙居民撤离 但哈马斯告诉人们忽视这一信息 加沙地带内部的情况正在恶化 以色列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尸体被存放在冰淇淋冷藏车中 墓地已经满了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目前正在中东地区寻求阻止升级 并确保哈马斯释放155名人质 阿拉伯领导人强调 保护加沙平民的必要性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 塞西表示 以色列的报复打击 已经超出了自卫的范围 伦敦议员表示 警方应该对清哈马斯的抗议者 采取行动 英国美日电讯 英国警方因为立即逮捕呼喊 要消灭以色列口号的抗议者 而受到批评 这些口号包括从河流到海洋 巴勒斯坦必须自由 与哈马斯有关 被解读为要将犹太人 从该地区驱逐出去 警方正在调查视频证据 内政大臣警告那些 嘲笑犹太人被谋杀的抗议者 警察正在追捕你们 哈桑 纳斯鲁拉是一个能够引发 中东更大规模战争的人 英国美日电讯 真主党领导人哈桑 纳斯拉拉可能是决定 当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冲突 是否升级为 更广泛战争的关键人物 真主党已经从伊朗的代理力量 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势力 现在是黎巴嫩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纳斯拉拉手下有数以万计 经过战争魔力的军队 然而卷入一场地区战争 将对黎巴嫩造成毁灭性打击 该国已经陷入现代历史上 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在六度简报中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 首先 保守党要求BBC公开一份 关于其对以色列报道的偏见的报告 这引起了广泛关注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真主党的火力增强 以及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升级 然后 我们讨论了一起仇恨犯罪行为 以及特拉维夫志愿者利用技术 寻找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 接着 我们谈到了加沙居民逃亡时 面临的食物和水资源短缺问题 最后 我们介绍了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 并进攻加沙的情况 以及伦敦议员对警方应对 亲哈马斯抗议者的批评 现在 让我来给大家提供一些深入分析和观点 首先 对于BBC公开报告的要求 这显示了公众对媒体的关注 和对公平报道的渴望 对于真主党的火力增强 这让以色列面临了更严峻的威胁 也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 仇恨犯罪行为的发生 是令人震惊和悲痛的 这提醒我们 要谴责任何形式的仇恨和暴力行为 特拉维夫志愿者的行动 展示了人们的善良和团结 他们利用技术和共同努力来帮助他人 加沙居民面临的困难和短缺问题 需要得到关注和支援 最后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升级 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 这将对整个地区造成严重的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也想听听您的想法 请问大家对于这些事件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